大家好,我是Hidy 有沒有看到Q&A那條影片呢? 那條影片就是今天的上集 現在來到下集就是因為有看到我這裡的新屋 太多東西都是淘寶 所以我們嚴選了一些比較小件 除了兩樣是比較大件外 總之一些我們覺得很值得買的 CP值很高的一些單品 就是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第一件事就是想說我這個窗簾 這個窗簾其實有兩層 一層就是這個沙 而後面那層就是一個遮光布 大家可以看看 嘩!好光啊! 它真的可以遮到超多光 但是因為它有這些星星的孔可以透氣 所以又不會去到非常暗的 長洲上都太曬了 而且其實跟家裡的屋是很近的 我們很怕被人看到的 所以就換衣服那些很不方便 就買了這個 它是49元的 就不像一般的窗簾 上面就是用一些魔術貼的形式去安裝的 其實因為後面的蚊網 都是魔術貼 我們就一物二用了 第二個就是蚊網 就是這裏後面的一個蚊網 我稍後補一張圖 看不到 長洲 我問長洲多不多蚊 上一集忘記了 超多 多 無的多 所以一定要有蚊網 我們家裡就安裝了我三個 我們預期自己會開的窗簾 所以就安裝在那裏 加上CINDY60元而已 是包了所有的魔術貼 然後魔術貼可以選白色或黑色 很多不同的東西 然後蚊網也可以選白色或黑色 是不是灰色 我忘記了 總之就 非常好 就是如果住山區的朋友 弄回蚊網玩一下 對 第三樣東西 其實我們後面坐著的一個沙發 就是這個小型沙發 我們買了兩個 它是可以攤平 它有超級多的弧度可以去選擇 是可以做到超級平的 對 可以逐個不同的角度 可以逐個不同的角度交上去 因為家裡真的很小 有時候可能有些朋友過來 我們就 其實你多放幾張椅子 大家都沒有位置 所以 反而我們可以用這些沙發 放在地上 用來招呼朋友 一起坐在地上 都是一件不錯的事 還有Tropa也很喜歡睡 對呀Tropa也很喜歡 對呀 無論你這樣變成一張沙發也好 平也好 它也是會躺在上面的 所以 超好 好 第四樣就是這個鐘 對 每個家裡必備的 對 鐘 對 為什麼覺得它好呢 就是因為它漂亮 對 它很適合我們整間屋的風格 對 又不是那麼沉悶 就是普通圓形 寫著1至12 這樣 其實是看到它好像一些Pixel 對 對 其實這個鐘不是他選的 他完全不知道有這個鐘 是我自己擅自買回來的 但是 所以買回來 其實他也覺得挺漂亮 我自己也很喜歡的 這個鐘不算特別便宜 好像110幾 120塊左右 但是它是很薄的 這個鐘是超薄的 一點都不厚 一點都不會重的 那 對 也不錯 之後那樣東西就是這兩支的電動牙刷 嘩 我真的覺得買得非常非常之好 你會看到它有很多不同的模式 有正常的刷牙 有那些去跡 加強 然後有些敏感牙齒的模式 然後有一個打磨的 我記得 你每次按它 它都可以有不同的強度去選擇 這個牙刷是 68塊一支 但如果買兩支是128塊的 這個價錢 我自己覺得 其實以外觀來說 它已經算非常不錯了 而實際的用途的時候 我覺得很好拆 它那個牙刷的毛是很軟熟的 但又不會軟到好像無法清潔 這樣 可能我少用電動牙刷 但我覺得也挺好用的 這些功能其實我也不知道有什麼分別的 一按它都是震的 不是的 它有不同的 有些是震的方式不同 震的方式它真的有不同的 但是你說 打磨是否真的打磨到 然後去跡是否真的這麼強烈去到呢 我又未去到這麼大感受 其實買一支沒有功能的電動牙刷 都過百或二百多 甚至更貴 所以六十多元 還要是有多每人五個刷頭可以更換 我想不到有什麼可以挑剔它們 然後就是這個 公仔麵的碗 你看到嗎 我來了 對 選擇它們的原因 首先是因為覺得它也挺漂亮 而且它的尺寸是剛剛好放到一個公仔麵 不知道大家是否經常煮麵吃 另外我比較喜歡的就是這個 旁邊的兩塊木 你看到嗎 是 白了 對啊 因為劇人有時候拿碗麵 那麵 全熱的話 就很難拿 如果加兩塊木 在這裡 劇人去隔熱 我們拿出去的時候就會比較簡單 這個碗只需要二十五元 哇 好 到我呢 我自己很滿意其中一件事 就是這個洗手 不是 洗碗盤 它是那些 新塑膠 現在是水杯 食物盒都有這一種的質地 我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底部是有點洞 所以是可以去水瓶乾的碗 然後都貼完了 對 它是超級窄 所以是很好收納的一件事 我們家裡已經沒有那麼多位 可以放到太多的家具和家具 所以我們在尋求一些 攀位的方面 我都做了很多的努力 但其實用它的人 是他 我不用碗 那你覺得 好用嗎 也好用 可以放到最多的碗碟碟 我們最多 如果搭起它也很多 你是這樣廢話 多少人份量 可能兩個人份量一定夠 如果三四人份量 我四人份量都可以 碗碟也行 不算是鑊 那些 那些 因為這些特器 是可以讓你把碟碟放進去 但不會掉 對 站在那裡 對 這個只有十九個半人 好划算 好划算 現在是第七樣 第七樣 對 就是我們的小妹洗手 近鏡給大家欣賞一下 它是這裡有一個按鈕 它按的時候 一開就是白色 然後色就是紅色 但如果你開了白色之後 你就不用管它了 你就可以 現在熄了 對 你把手放在那裡 就會沾泡泡出來 我買這個的價錢是 118元 再連另外三瓶的洗手液 可以用一輩子的 因為 我們用了幾個星期 都只用了 1cm 你自己繼續說吧 好了 我們之前的影片也介紹過 一個自動洗手液 我覺得它出來的泡泡很綿 洗得也挺乾淨的 對 而且我喜歡它的設計也挺簡約峰的 就是Style的 很棒 你懂得說這些話 對 好了 然後我要說的話 我沒想過最後是 真的這麼大 在地上看的時候很小 就是這個三秤櫃 記不記得我在Room Tour的時候 就說我的梳妝桌 是沒有什麼地方收藍 所以我就在密色一個 適合自己的Style 適合整間屋的Style 的一個櫃桶 放在梳妝桌的下面 它是金色的 然後金色的裙邊 然後每個櫃桶裡面的空間 是極度深和極度大 現在我還未放一些盒子 其實我應該會放一些間隔在裡面 可以做到化妝品的收納 和護膚品的收納 真的超美 這個105元 三層 它的樣子是不像這麼膠 對 但是一摸其實也是 一摸就會知道是膠 但是 你外面找的一些膠櫃桶 是不會有這麼美的Style 這麼公主風公亭風 是很配搭那些白色的傢俬 真的超美 我自己是超推介這個 大家一定要買 你們在Room Tour的時候 也有發現到 我們買了很多小家電 譬如電飯煲 蒸爐 焗爐 然後電磁爐 或者是暖水壺 那些東西 不是暖水壺 煲水那樣東西 但是我們真的沒有這麼多位置去放 其實櫃桶已經被我打爆了 廚房那裡 所以我們就一直很想買現在傢俬的三層架 就是有盤子的 那個很漂亮 顏色又覺得漂亮 但是 200多元我覺得是可以接受到的 不過 我不想搬進來長渣 我不知道那個東西最後有多重 總之完全不想搬進來 那我就自己在淘寶那裡找 就找到一個 哇 超瘋了 48元 因為它是有三層的 所以有一層我們現在就放了電磁爐 如果要用的時候就拿上來 然後就換其他東西進去 然後有一層是焗爐 焗爐是比較少用的 應該 所以就放在中間那層 然後最頂就 到時看看怎樣 蒸爐飯煲 不用的東西就放上去 或者桌面有其他東西 就放下去 就可以用來做一個 替代收納的形式 雖然我覺得挺堅固 因為昨天它砌的時候 是啊 其實是找一個勾勾住的 但是都很穩固的 砌完之後 我們現在裝了一些焗爐 都不覺得會 動的 不會這樣 那種 你說外觀上 我覺得是沒有現在的家具 那麼漂亮的 但是 48元和200多元的分別 我就覺得 很超值 我覺得是以CP值取勝的 這個東西 對了 所以 這個就是 十樣我們覺得 在這間屋裡 買得 CP值又高 性價比 好 又漂亮又實用 的一些東西 那希望大家 喜歡這次的一條影片 還有可以幫到一些 很喜歡看家品的人 我自己都喜歡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就可以在下面按個like 或者subscribe我的頻道 不是我的頻道 是我的頻道 我每個禮拜都會吉他 每個禮拜都會更新兩條影片 那逢星期六的三點 和星期日的十二點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